大家好,我是Patrick。 今天分享一下僵黄素可以改善一种疾病。 这种疾病是非常困扰患者的。 就是风湿关节炎及肋风湿关节炎。 患者的关节会肿胀变形,让人非常痛苦。 这里有一份韩国的医学报告。 指出肋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的炎症, 是骨骼关节发炎。 将黄素有效阻止这些骨骼发炎。 关节发炎的成因是 甘胺酸、瓜胺酸、花生四细酸等物质的积累, 导致关节出现肿胀及变形。 这个图表就解释了肋风湿关节炎的发展。 另一份的报告有关类风湿关节炎。 此报告和图表就指出, 将黄素怎样遏止滑膜呈纤维细胞的增生及变形。 同时让变形的滑膜呈纤维细胞数目减少。 非常有效。 变形的滑膜呈纤维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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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